你是高中 姐姐那会儿是多大 姐姐那会儿已经不上学了 姐姐当时毕业之后 说是去加油站打工 为了贴补一下家用 因为我爸那会儿 一个月三千块钱工资 一千多还了利息 剩下的钱用来周转的话 可能家里头不够用了 然后他那会儿就是 他挣上一千五左右 然后回来还可以贴补一下家用 全家人一起齐心协力地 来还这个钱 对 但其实那会儿面粉厂 主要是阿姨您自己一个人干着 是不是 我们月薪是两个班上的 一班八个人 后来姐姐就解成四个人 四个人又解成我们夫妇两个人 现在丈夫要上班 他回来和我加工 只剩我一个人 你一个人要做原来八个人的活 他每天晚上都要拖 一万多斤小卖 一万多斤 可不吧 我每天都要准备出小妹来 洗好 让他第二天回来和我加工 还有一次 我去那个清洗机器上 那个磁铁个 下来就忘了下这儿 还有两个台阶 当时 我跳下来时 就把我的脑袋就扎在那个工具箱上 当时我就失去知觉 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 我就这么能走了吗 这两个女孩水果扶摇 还有我们的账水来换 我不能让女儿没有妈妈 不能让乡亲们吃不上粮食 我要坚强地活下来 其实妈妈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这件事情 面面上都是她一个人在抗 我相信如果是自己一个人 可能妈妈都已经崩溃了 要就守不住了 但是就是因为 心里有全部十八个村的人 他们的生活 都在妈妈的心里 而且欠下的债务 这一家人从来没有一刻想过要逃避 是勇敢地面对 不管背后有多少心酸 不管今天讲起来有多少不容易 但是从来没有一刻犹豫过